哇 頂的 真是好 不是 真是好恐怖 好恐怖 Bonjour 大家好 我是Amae 我是Kiki Kiki是Amae 隨意去飛 我們來到法國 今天是我生日的大日子 你知不知道想想Kiki說我看什麼 監獄 我錯了 生日在監獄 我們首先去巴士底市站 這個就是巴士底市站 其實是一個好像街市 什麼都可以買 有一邊是吃東西 有一邊是買日常的濕貨 光貨 有買菜 或者是買家居的擺設 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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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這麼冷 我們現在立刻和大家送這個熱食區 便宜 法國的便宜 一定是便宜 一定是便宜 是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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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好像融入了當地人的生活 是便宜 好想吃 哇 好熱 不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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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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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這個 好熱啊 過來看 哇 小心 沒有熱啊 不是 它反了 好香啊 反了一個在小店買的禁忌 在香港我很喜歡 例如23元會給103元 就是想找些整數回來 5個3 然後再給了20個三 然後他不宜我 那三 他說不可以這樣做 原來是教 我們叫做這個 Sausage and Cheese 意大利人喜歡吃Pizza的薄餅 而法國人喜歡吃Crips 一層很薄的 好熱啊 喜歡吃啊 其實Crips有分甜色和鹹色 所以先試一下鹹色 對 其實我們之前吃過甜食 所以先試一下鹹色 這個很好吃啊 即是你吃不好的餅底味 好像變成吃肉 而且它的餅超薄 真的一拍 超薄 煎成這樣 它是薄得有點脆 它還在大雅醬很野味 它脆得很薄脆 這次煮肉汁 是薄餅 是薄餅 這位叔叔好可愛啊 是呀 好 現在認識了這個 那些是好像沙翁那種甜的物體 我先試一下 好 好 那些是薄餅 那是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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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呢 三條真的夠浪費了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即吊即炸 超級熱 那吃下去呢 它其實是有些番薯粉 一些麵粉 炸完之後 立刻就放在沙糖上 是呀 那感覺有點像沙肉 有點厚感的 又不是太軟 但是就普通 一歐來說 我覺得很值 我們來到這個市場 是一樣我們看中了的食物 來吃生蠔吧 法國生蠔是怎樣的呢 我們來到了 嗨 好吃 兩 六 這個 OK OK 6 謝謝 謝謝 美鳳姐 謝謝 OK 六個半歐羅 就可以吃六隻 那其實計算是十元港幣一隻 這就是這個 零 其實在外國吃生蠔 一直是我們夢想的 雖然我在香港不喜歡吃生蠔 但是我覺得外國生蠔好吃很多 感覺很甜很多 但是呢 其實我原本想是英國才可以吃的 但是法國見到呢 就先試試法國生蠔 好 好 吃吧 好吃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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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雖然細小隻 但是超酸甜 完全一點都不腥 噢 哈哈哈 謝謝 你叫我不要浪費 哈哈哈 哈哈 我們做這樣 我們拿到這裡 我們拿到這裡 嘟 嘟 然後我們吃完 哦 謝謝 原來是這樣 你放得很酸啊 你放得很多力 嗯 吃一口 這個法國人很好人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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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吃得很好 我教你吃 哇 在香港已經不知道多少錢一隻 剛才我們吃的這個法國的生蠔 然後在我旁邊呢 有個叔叔 然後他看到我吃的生蠔呢 剩下呢 有一盒 就是一粒粒黏著了 然後他就教我 然後他就能夠圓直地吃光 他完全是看不過眼 要幫我們 沒錯 教我們 教我們怎麼正宗吃蠔 吃法國蠔怎麼吃 之後就是吃完蠔 再吃過麵包 又可以加一些酸汁 因為我們原來法國 其實我們都覺得 法國人很酷 但其實這個市場 其實挺不錯的 態度很好 是啊 Hello Hello What do you want? What chicken leg Yeah with plea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這個人真好 好癩水到 Chicken leg This one is okay for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Do you want a piece of paper wit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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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a rabbit Yeah this is a rabbit You want it? Oh my god Merci Merci 我想吃雞腿 燒春雞 哇 花麵這麼大 花麵這麼大 看上去都燒得很美 而且真的很大 好吃 好吃嗎 好入味 真的很好 它加了一些香料 本身是醃了 但是它都很油 吃起來很香 很香油脂味 來到這個市場之後 改變了一些對法國的印象 因為我們原本來就覺得 好恐怖 好像很差 然後那些人很不錯 來到這個市場 那些人很不錯 這個市場真的很好 而且這個市場 那些食物真的不貴 我不是開玩笑 三個這麼大的雞腿 有炸過我翻臉 但是很好 外面的餐廳是三個一支可樂 巴黎的馬克區 周圍都像是文青店 而且有些高質 漂亮的東西 對 就是一些藝術感的文青店 就是這樣 是一次東京的表產度 不是的 因為很有感覺 不過買不起 為什麼 不過我不會買 對 買了就不用去旅行 是我們現在的餐隊了 要吃飯 在這邊很長的隊 但是這個免費入場的 除非你想上塔頂 想塔頂就要付錢 或者用小捨一趟都可以 但是我們不想再走樓梯 所以我們要廣斷放棄 這個人去教堂 都掛著看手機 有什麼用這個人 我要知道 我會知道 這個人是否這麼多 也不是我可愛 不你這個人 還不是我才會喜歡 你這個人說 看著你這個人說 很可愛 還在這裡 這座這麼美的教堂就是位於這座監獄的隔壁 是監獄教堂來的 我們剛才賣寶寶寶的地方走了二十多級的位置 這裏就是哥德式的建築 看到很多材質的玻璃 全部都是宗教不同的故事 但這裏其實有點小 其實一人都可以看完 就拍完照看一看這個小人 好 逛完街想找個地方柯尿 我們有進來一間咖啡坐一下 但我想說很好感覺 對 沒錯 真的超好感覺 可以看看旁邊 是橫坐的 很棒的 是很舒服的 上面有些暖爐 有些都不會凍 很棒 我有些想脫掉的魚肉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吧 幾個小時後 我們現在又回到我們昨天來的地方了 昨天他們黃背心所以沒有開 那現在呢 這條隊是很長的 我們剛剛好排在中間而已 看看那邊 全部都是人 我想要排一個小時 想不到這麼多人來看法國的鞋骨 六、六百萬、七百萬人的鞋骨 那之前就說好像有些瘟疫 沒有地方放這群鞋骨 那把本身已經埋葬了的人 都放進去 就是挑一些骨頭 然後再放進去 挑一些骨頭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們準備進去吧 我們足足排了一個小時 終於排到龍頭了 這條隊是長的 我們任何景點 真的想不到 天都合謀 對 我們帆爾賽公都沒那麼長 我們終於進來 很緊張 很緊張 我們可以看這六百萬的虎龍骨 我們買了飛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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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人說 就說 只是開了小部分的通道 給我們這群人去參觀 實際上其實有很多分岔小路 那些分岔小路上面 就說好像很多吸毒友 有些人會來開派對 那我就不知道 那些人是甚麼想法 那些人是真還是假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就下去看看 會不會見到有人開派對 Sara呢 我剛才下來了這個 跟Mutual只有這麼多 對 下來了這麼低 對 下來了這麼低 只剩下兩個 我害怕 像哈利波特的感覺 對 嘩 頂了 真的好暗 嘩 這裡太多 不是路 真的很恐怖 你即是走前面 後面 是嗎 是 還沒到呢 我走得這麼久都沒有 我還沒看到呼嚨 我剛才是 全程是1.6公里 好像是 嘩 嚇死我 嚇死我 這裡完全收不到電話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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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很完整 全部都是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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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腦 我想說這裡是骨心心 我笑了 嘩 嚇到爆了 但我們繼續走 我覺得看到一副 可能會很害怕 但我看到這麼多副 就不是很害怕 這裡是禁止用閃光燈的 所以我們現在只可以依靠 這個微弱的燈光 看一下 肌身邊 全部都是骨頭 全部都是骨頭 你以為是石 其實不是 全部都是骨頭 其實我有點想吐 先說 真的有很大堆 我想說 以前全部都是人 全部都是人 這條路 這條路可能就是 剛才所說 可能被人開派對 對 嘩 剛才水滴了下來 這條路 昨天下雨 所以這條路有點水滴 這條路的骨頭 不得不佩服它 排得很整齊 好像一堆火災一樣 可以反思我們人死 其實就是這樣 應該差不多走完 你猜不到巴黎會在這一面 可能大家來巴黎才會去 知道巴黎的藝術 文化 皇宮 以前的路易 幾一世幾一世的歷史很厲害 但想不到它也有益面 大家如果來做這個罐 真的有不一樣的感受 而且真的想不到 原來巴黎的藝術 創有了六百萬戶口 它保留得很完整 對 做這個罐的人 真是很厲害 如果大家喜歡看的話 記得Like 我不知道剛剛不是這個時間說 記得要comment like and share 隨意 Hello 記得subscribe我們youtube channel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說真的不太適合 但記得comment and share CLS 我們一下子上去吧 很搞笑 走完之後是有些手信 手信本 骷髏 That's cool Yes 好搞笑 搞笑 由於這個蠟燭消融了之後 有些鞋骨在這裡 Rabbit 搞定 搞定了 完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每一段片都真的很用心做 所以記得要訂閱我們和CLS三部Call 下集再見 拜拜